古畫收藏家阿凱 阿凱这么年轻 收藏这么多的古画呢 这是长辈家里的 看起来年代都很久远 对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了 所以阿凱你知道他的 当初收藏的价格吗 不知道 但是因为 现在Google很方便嘛 就会常常会查这个字 所以你Google吗 有 都Google了 好 我们来看看 它Go的到底准不准 古画就要古画的样子 好 这个古画 但是阿凱你知不知道 这是谁的作品 这是一个 我大概知道是 都是清朝时代 清朝时代 清朝时代的一个画家 那你有查过这个人吗 这个人比较少资料 对 比较少资料 他是谁 他是 就王作霖 王作霖是秀才 是秀才 所以陆老师像我们看画 是 重点要看哪些 除了这个名家之外 四个字 老旧 熟运 老旧 老材料 旧 做工 老太自然叫熟 运 艺术高度 所以还是从这几点来看 老太熟运 可以做旧啊 来骗这个不懂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还是请教授 帮我们顾一下价 因为阿凯来就是很想知道 到底价值是多少 请见价 五千元 新台币 新台币 我们在台湾 好苦了耶 对 这是仿的吗 我觉得是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是秀才 它写书法是写的 应该有练习过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用笔 就知道说 它在用笔上面 并不是非常的熟练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论字 这论写得有点问题 这个论 问题在哪儿 就是这个论 这里是应该这样勾上去的 但是它那个笔去不对的 笔去不对 我们看这个胶 各方面这个点都不对 因为写书法的人 跟画画的人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风格 他写起来很熟练 他不会写起来扭扭捏捏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用笔里面 你看到那个扭扭捏捏 就它写的过程当中有犹豫 对 包括它的落款 雨声黄祝林 还有这个印章的盖的方式 各方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 古代的墨 清代的时候的墨是磨的 但是这个 不是磨的墨 不是磨的墨 哇 看得出来啊 对 因为它这个墨 比较像现代的墨 跟墨汁的墨不太一样 对 因为如果古代的墨 在弄的时候 它不会有这种油光 油光 因为我们现在是油墨 古代的是松烟墨 或者是用一些自然的 所以古代的墨是补补 雾面 对 它补补 而且你经过的时间 包括这个纸 保持时间很久 这些墨会产生出旧的质地 但是这个墨好像没有 跟着这个纸一样那么的老 另外我们看那个纸的裂痕 各方面的那个裂痕 它的裂痕要跟这个东西 要一致的 不能 有些降烈 有些降烈 对 有些降烈 对 有一些另外这个纸 也是有点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纸看起来 你看 好像不是很好的纸 如果以一个秀才来讲 应该当时考商秀才 在台湾也蛮风光的 会不会是落魄秀才啊 秀才的话 基本上在乡里里面 就有个地位的 所以他写这些字 基本上这个用纸 应该不会用这样的纸 这不是很好的纸 这会不会是麻将纸啊 好